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评估大概半斤左右 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颜色鲜亮 拿在手中分量比较轻 而且边缘位置用手应接不出水的 这种品质最好 而且吃起来味道又鲜美 如果应接出水特别多 而且颜色又偏深暗的 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食用 接着用剪刀剪掉平骨的根部不要 再撕成大小均匀的块儿装入盆中 像这么大就可以了 炒制的时候更容易成熟和入味 全部撕好后 放入一勺的食盐 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用手翻拌几下 这样就形成了单盐水 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因为表面会有一些其他残留 最好是浸泡两分钟再来清洗 浸泡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要不然会失去评估的很多鲜味 然后清洗两到三遍 至水清亮 捞出放入菜框或者是漏扫中 把水分控干 接着来准备小料 生姜适量切成姜片 大蒜两颗切成蒜片 少许的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盆中 狮子椒一个清洗干净后 先把地和纸去掉不要 再从中间片开 然后切成细条 再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儿 少许的红辣椒 也是切成菱形块儿 放入这两样 主要是搭配颜色和增加清香的味道 更适合老人 孩子和女士使用 喜欢吃辣一点的 可以切上一些线椒和小米辣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 放入少许的食盐和植物油 入底味的同时又减少营养的流失 而且可以使汆烫出的平锅 颜色更加鲜亮好看 水开后保持大火倒入锅中 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开锅后大概汆烫40秒钟就可以了 菌内食材通过焯水 主要是去除炒酸 吃起来才健康 然后用漏勺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锅烧干后 放入少许的菜籽油 油热后下入小料 葱姜蒜炒出香味 再放入少许的香辣酱 增加酱香味和红亮的颜色 继续翻炒 炒出豆腐的水分后 从锅边烹入10克左右的生抽酱油 体味提鲜 少许的蚝油增加鲜味 稍微多翻炒几下 一定要炒出酱香味 这样吃起来味道才香 接着倒入控干水分的平菇翻炒 把平菇炒上酱汁和盐色后 接着从锅边放入半少的开水 让平菇的鲜味能够很好的释放 炒味放入少许的盐 半少的胡椒粉 少许的白糖中和味道提鲜味 继续多推动几下化开调料 再放入切好的青红椒块 继续用勺子翻炒 炒至断生炒出清香的味道 翻炒至锅中水分渐少 再用少许的淀粉水各个薄茄 目的是让平菇吃起来既嫩滑而且又入味 最后一定要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锅气炒出香味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稍微翻炒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看一下像这样炒出的平菇 是不是特别的嫩滑 吃起来又香又入味 比吃肉还要过瘾 喜欢吃平菇的朋友 这个做法你一定要收藏起来 学会了给家人炒上一盘 都会夸你吃大厨 这样一道简单家厂 嫩滑入味 老少介意的素炒平菇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